車庫 今天我們有一場豪宅車庫的空間 這個白色應該就是 車庫跟健身房兩個點 我個人是很喜歡打車庫 然後也還蠻喜歡守車庫的 因為那車庫蠻大 其實就算我們只有等他買對面 也很難封住整個車庫 鋪著四道牆 六道牆 車庫現在已經散步在一樓了 看起來是大多人都在車庫裡面 沒有什麼人在一樓或二樓游走或破窗的聲音 實際上他們根本就沒有把車庫蠻封起來 這裡還有一個蠻封 剛剛好像有聽到封牆的聲音 所以他們可能發現了 很不幸的ZXC開場就暴斃了 很不幸的ZXC開場就暴斃了 所以大家已經確定沒有破窗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滑了 我們不要點前進 我完全不知道這邊轉出去會不會有人 我這次完全是盲射而已 看起來是沒有人 左邊的車庫牆會炸開 他這邊通常就不會躲人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慢慢接近 車庫門旁邊的角落是安全的 我開始覺得這個點是完全沒有敵人 對,看來是完全沒有人在車庫裡 出貨角落有一個射擊孔外 出貨角落有一個射擊孔外 我們現在把敵人逼出射擊孔 我們就可以衝進來了 敵人知道我們進入車庫以後 一定會想要回防 那我們從這裡就剛好炸包他們 他們除非把健身房的牆壁炸開 不然只能夠從洗衣艦來出來 所以我就繼續鎖在這裡 開樓上窗口 說開樓上窗口 開樓上窗口 我們把所有回防他們都抓掉 然後脫耀成成30秒 有個效果 是用滾演出的 TOMP是用滾演出的